全球現場來關心的是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今天已經是第73天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說 他已經提出邀請希望德國總理肖茲 能夠在5月9號這一天來訪基輔 更多內容我們把時間交給譚若宜 好 講到這個澤倫斯基呢 他最新指控啊 俄羅斯封鎖南部的港式馬力坡 企圖呢 藉由飢餓來當作酷刑折磨 那麼俄軍呢 目前是還沒有攻下 這個亞素鋼鐵廠 那麼德國已經表示 要提供給烏克蘭有7輛PZH2000的自走炮 荷蘭也說要提供5輛同款的自走炮 美國總統拜登在美東時間的6號宣布 要再加碼向烏克蘭提供 額外的炮彈 雷達還有其他的設備 不過他沒有說明這個金額 路透社就報導指出 這一波援助總額大約是1.5億美元 美國有官員就表示呢 這項計畫包含了25000枚155公里的流炮彈 還有反炮兵雷達跟其他的設備 資金呢來自於總統撥款權可以動用的應急資金 這一項權利呢 是可以准許美國總統在緊急的狀況之下來撥款 而且不用經過國會同意 那麼自這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呢 美國已經向烏克蘭運送了價值有34億美元的軍備了 拜登說隨著這一次的宣布 他的政府幾乎是用盡了可以動用的款項撥給烏克蘭了 烏克蘭想要在下一個階段的戰爭當中取得成功 美國等國際夥伴就必須要繼續展現團結還有決心 讓這個武器跟彈藥呢 不斷流向烏克蘭 另外來看到的是喔 這個烏克蘭呢 曾經因為這個德國的總統史坦麥爾 他的親俄背景 拒絕他訪問基輔也引發了兩國之間的矛盾 以及呢 這個德國總理肖茲 他的不滿喔 不過呢 這個烏克蘭總統5月5號的時候呢 已經和肖茲來通話了 並且呢 公開喊話說 不但要邀請這個德國總統跟外長訪問 澤倫斯基呢 更希望德國總理肖茲呢 可以在這個5月9號這個重要的日子到基輔來訪問 因為這一天呢 不但是這個歐洲日喔 表示呢 是這個代表對歐洲和平統一的日子 俄羅斯呢 也將這一天定為勝利日 紀念二戰的勝利 普丁呢 也將會在5月9號舉行盛大的閱兵儀式 媒體也傳出呢 在普丁有可能會在這一天宣布 對世界納粹來宣戰 一起來聽澤倫斯基的最新說法 而不必須解釋為了解 但在歐洲的時代我們有些時候在歐洲 要做一些進步的進步 對 unity 甚至是有類似的冷靜性在 講到5月9號呢 再過兩天 就是9號 也就是俄羅斯的勝利日 西方國家就預測說 普丁會對烏克蘭 來正式的宣戰 那麼現在各界也很關心 莫斯科這幾天的動向 先前就已經有傳聞說 這個月4號 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 這個閱兵浴野 有媒體捕捉到了 普丁專用的末日飛機 最新畫面呢 現在也可以看到 這個路透呢 是證實了睽違12年 在5月4號彩排的這一天呢 這一架一流聲 IL-80呢 確實飛過了紅場的上空 在畫面當中呢 可以看到這一輛飛機呢 跟兩架米格29戰機 一同飛過了莫斯科紅場 根據路透社報導呢 這很可能就是普丁要給 西方的末日警告 這一架巨大的末日飛機呢 專門用在核戰或是危機的時候緊急升空 特色呢是只有駕駛艙有窗戶 相當具有隱秘性還有安全性 也是屬於最高等級的 普丁可以在上面呢 向軍隊發出核攻擊的命令 號稱呢是他的空中指揮堡壘 也是呢西方國家如此關注這輛飛機的原因 俄羅斯國防部表示呢 這一流聲IL-80在勝利日當天 將會和圖160轟炸機一同來飛行 看完普丁的飛機之後呢 來看看疑似是普丁的豪華遊艇 意大利政府週五的手下令 警方要扣押一艘價值7億美金的超級遊艇 叫做天方夜潭號 最了解這艘遊艇呢跟這個普丁大有關係 他很有可能就是真正的船東 路透社報導說呢 意大利當局表示警察是已經確定 這艘船呢跟這個俄羅斯政府要員 還有歐盟制裁名單上的其他人士有關聯 豪華遊艇呢長140公尺 一共有6層樓高 去年9月呢就一直在意大利西北部的港市 進行維修 不過最近的活動跡象顯示呢 上面的船員正準備將遊艇航行出海 天方夜潭號呢擁有兩個直升機的停機坪 可以容納18名的客人 40名的船員 估計價值高達了7億美金 折合台幣呢大約是208億 目前已經入獄的這個俄羅斯異議人士呢 也是他們反對派領袖納瓦尼 先前呢就曾經指稱過這一艘遊艇是屬於普丁的 船上有很多工作人員來自這個俄羅斯的聯邦警衛局 對此呢 克里姆林宮並沒有回應 普丁到底是不是船東 也沒有回應這個船員是否來自俄羅斯聯邦警衛局 然而呢 是俄羅斯石油公司的前總裁 胡戴納托夫 他目前呢 是沒有出現在歐盟制裁名單上的 再來看到一個話題人物呢 就是南韓的新任總統尹錫悅 即將在這個月10號要就職了 在這一場就職典禮上呢 其實現在也成為了全球矚目的焦點 因為美中兩國會派誰來出席參與呢 成為了話題 美國先前呢 就確定了會派這個第二先生 賀錦麗的先生任德龍來出席 而大陸呢 則會派出這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韓聯社指出呢 大陸第一次直派這麼高層級的人物 可被視為呢 是在向南韓表達 今後進一步要加深紐帶關係的善意 南韓新任總統以徐悅就職典禮 外國貴賓名單曝光 大陸罕見派出重量級人物 大陸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 南韓總統就職籌備委員會 還將他列為首腦級人士 韓聯社指出大陸通常派副總理級別的官員 出席南韓總統就職典禮 這次規格比過往都還要更高 推動半島問題政治解決進程 符合本地區各方共同利益 我們希望各方相向而行 儘快開展有意義的對話 大陸特地拉高層級 可能與美國和南韓關係互動熱絡 越走越近有關 美國總統的亞洲訪問 第一站就要和以席月會晤 而在這之前 美國還將派副總統賀錦麗的丈夫任德龍 參加以席月就職典禮 大陸派出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較勁意味濃厚 劉曉明表示 中方不願看到半島形勢緊張升級 不贊成任何一方 採取可能激化局勢的行動 中韓在半島問題上立場相近 共同利益廣泛 事實上以席月贏得大選之後 由於親美立場和親中的 文在寅大相徑庭 中美都積極展現 友好希望能夠拉攏南韓 而南韓新政府對中美態度 也在這段期間出現微妙變化 根據南韓公布新政府施政願景 出乎意料以席月選前支持的 也是大陸所反對的 追加部署薩德系統 並沒有出現在願景清單 也就是說美國布局的印太戰略 可能出現縫隙 日美在印太戰略上 亦不亦去 但其他國家都還存在變化 因為席月即將在亞洲 所舉行的東盟G20和APEC三大峰會 都沒有明確排除俄羅斯的計畫 拜登想要插旗印太為中獨厄 恐怕還有難度 記者 張映報導 今天一個最新消息 來關心古巴首都哈瓦那 市中心有一間五層樓高的地標性 高級飯店發生了爆炸 根據路透報導 目前已知至少有22人死亡 大約70人受傷送醫 美聯社也報導說 可以透過畫面看到 有大量的濃煙 從這個飯店裡頭不斷地冒出 景象猶如是電影特效 也嚇壞了目擊的民眾 當局表示這個爆炸原因是瓦斯外洩 警方是已經封鎖了周邊的地區 持續地在這個斷源殘壁當中來搜救 古巴衛生部則認為說 這個受傷人數還有可能再增加 這個飯店距離古巴的國會大廈 只有100公尺左右的距離 經常有外國的貴賓或是訪客入住 所幸這段時間因為疫情沒有對外營業 不過爆炸當時還有工作人員在裡頭 另外來關注的是這個大陸的疫情 上海的部分是逐漸趨緩了 昨天新增了4214例 有7個區已經達到了社會面清零 因此部分社區最近已經放鬆了防疫的政策 能夠在限制的時間裡頭出門到超市來買菜 網路上頭也曝光了一段這個 有上海某個社區住戶就像團體旅遊一般 有這個防疫人員帶領之下 是團進團出的出門來採買 不過可以看到路上是空蕩蕩的 也沒有其他車輛 只有一行人從遠遠的地方走來 後方民眾是整齊列隊來行走 像是旅遊團一樣景點式購物 網路上頭看到畫面之後也引發了熱議 有網友就笑說抱歉我忍不住笑了 而另一頭在北京的疫情仍舊持續的升溫當中 昨天新增了53例的確診 面對這樣子加劇的疫情 北京仍以動態清零為標準嚴格管控 在與病毒共存的後疫情的時代 日本政府目前正在眼裡要開放 讓外國人到日本觀光 最快這個月底就可以實現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訪問時說 英國表示6月起將會比照 歐美國家鬆綁邊境管制政策 其實日本當局已經在眼裡開放 國外的觀光客可以入境 最快5月就可以實現性的方式來實施 這條件包含像是入境者 你必須要打滿的是3劑的疫苗 不過只開放讓做好行程規劃的小旅行團可以入境 不過這個細節方案目前都還沒有公佈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好幾保氣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go